这个男人从睡梦中醒来 却发现自己的双手被焊上了两把手枪 每把枪里面还有五十发子弹 而这一切还得从几天前说起 男人叫阿伟 是一个无所事事的程序员 每天和代码打交道的他 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在网上喷人 这也让各大论坛给出了高深评价 俗称键盘侠 这天晚上 无聊的阿伟再次在网上闲逛起来 无意间一场死亡直播吸引了他的注意 开始在评论区 给出了自己宝贵的意见 结果这一下子惹了众怒 直播间的人开始和他对骂了起来 而作为资深键盘侠的阿伟当然不认怂 于是渐渐地表示 有能耐过来打我呀 谁知对方也不是省油的灯 直接在评论区表示 如果阿伟继续当键盘侠 就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阿伟不听直接骂了回去 结果对方直接爆出了他的IP地址 这下阿伟傻了 吓得赶紧关上了电脑 可就当他正在睡觉的时候 一阵敲门声将阿伟从睡梦中惊醒 他刚想开门查看 一群人就攻击而入 看来是真的有人顺着网线来打他了 而此人正是死亡直播的幕后老大光头哥 他一进门就把阿伟的电脑砸碎 然后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 还在他的手上钉了两把手枪 强行让他参加死亡游戏 最重要的是 给他安排的对手 居然是杀手排行榜的第一名 终极杀人狂小美 阿伟看到此信息吓得夺门而出 可此时的小美已经找上了门 二话不说上来就起一顿扫射 阿伟见状只能不寻躲避 他不想参加这场游戏 也不想杀人 但面对小美手中的枪 阿伟只能跳窗而逃 然后顺着楼梯跑到了大街上 此时的无人机也开始了现场直播 观众们看到如此狼狈的阿伟 都忍不住在评论区大骂他是一个怂包 可无论如何 阿伟此时只想逃命 阿伟想要向警察求救 可警察看到阿伟手上的枪 都认为他是一个恐怖奋 二话不说 投出枪就准备射击 手持双枪的阿伟只能再次完备出逃 好不容易逃过警察追击的阿伟 终于赶到公园与前女友见面 但没有等到阿伟的前女友正准备开车离开 阿伟见状加快步伐 一个剑步就钻进了车里 而此时的小美也手持火箭炮赶了过来 好在前女友及时踩下了油门 这才躲过一劫 等车再次停下来后 阿伟想让前女友帮自己报警 结果看到他手持双枪 前女友吓得直接拿出了防狼喷雾 然后汽车逃亡 看到前女友跑了 自己这样也不能开车 阿伟只好从车窗翻了出去 躲进了一个衣服回收箱里 从里面找到了一条裤子 可是双手变成枪的他 根本就穿不进去 绝望的阿伟想要开枪自杀 却被旁边的流浪汉阻止 不仅好心地帮他穿上了衣服裤子 还给了他自己存放多年的热狗 最后饱餐一顿的阿伟来到公司 想让同事帮忙检查一下手机 因为他怀疑自己的手机被装了定位软件 可就在这时 小美再次追了过来 上来就对着阿伟一顿扫射 最后阿伟在同事的掩护下 成功逃到了地下停车场 顺手抢了一辆汽车逃之夭夭 眼看规定的时间就要到了 阿伟和小美还没有分出胜负 光头哥直接抓住阿伟的前女友 威胁他 如果不主动出击 他就杀了他的前女友 没办法的阿伟 只好再次打开手机的定位软件 可当他来到一处废弃车场的时候 居然遇到两个帮派在交易 面对突然出现的阿伟 现场的气氛瞬间紧张了起来 就在双方商量好准备干掉阿伟时 小美手持加特林再次现身 对着两个帮派就是一顿疯狂扫射 阿伟见状再次逃跑 结果在逃跑过程中撞上了警察 还被警长亲自押送 原来警长就是小美的父亲 他告诉阿伟 当年他被光头哥报复 炸毁了家里的汽车 其而当场就丧命 自己只救出了女儿小美 后来他离家出走成了现在的杀人狂魔 为了阻止他继续杀人 警长准备让阿伟当诱饵抓捕小美 可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旁边的助手一枪干掉 原来他是光头哥埋藏在警局的卧底 老大告诉阿伟 如果半个小时之内不干掉小美 就杀了他和他的前女友 可两人刚碰面 阿伟就被小美一枪击中 连开竖枪之后 阿伟倒地身亡 游戏结束 没过多久 老大就派人去处理阿伟的尸体 结果刚把尸体带进基地 阿伟就诈尸瞬间放倒了小弟 随后他跑到门口打开基地的大门 一辆车缓缓开了进来 车停下之后 从上面走下来的正是小美 原来早在决战之前 阿伟就偷偷找到了小美 并告诉他一切真相 杀死他全家的就是幕后光头哥 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决定演绎出戏 小美为此还给阿伟穿上了防弹衣 最后两人一路冲杀 终于来到了组织内部 不过里面的杀手实在太多 两人渐渐地落了下风 阿伟手上的枪也只剩最后一发子弹 为了能杀死光头哥 小美主动冲了出去吸引火力 还在自己身上绑上了炸弹 与全部杀手同归于尽 而此时的光头哥也挟持着前女友来到了天台上 阿伟随之一路追杀了上去 他没有和光头哥废话 直接开枪 结果打偏了 最后一发子弹也没有了 光头哥见状 直接一枪把他击飞了出去 阿伟爬了起来继续前进 结果又是两枪打在了膝盖上 但阿伟还是没有放弃 前女友看到阿伟为了自己如此坚强 一个转身就把光头哥打倒在地 而此时的阿伟也冲了上来 按着光头哥就是一顿摩擦 最终阿伟用尽全身力量 把光头哥重重地从天台上扔了下去 一切尘埃落定 阿伟也因为失血过多 晕了过去 或许等他再次清醒过来时 再也不会想当一名键盘侠了 阿伟 阿伟 阿伟